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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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要补一手 黑方也要补一手 或者他先走抛车进射 这都可以 对 红方出局 黑方再抛车进射 红方这个时候阵型 可以再巩固一下 这儿黑方也没有居次进入的机会了 将来有抛车进一 所以说这个棋应该说也是红方略好一点 因为红方毕竟还是 对黑方的三路马有些压力 并且将来需要简化的时候 他随时有抛车进一这种手段 这个下方应该说红方较为有力 拉长战线红方略优 但是时代当中 这个棋棚是没想就简化局面 他还是保留复杂的走法 他走居久平八 这样就是等于给了黑方这个主动权 那么黑方就及时的把它换掉 红方可能看到黑方双炮马 这一条线不好补齐 黑方这个像也飞不了 而且一直有冰激进一过河的棋 它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黑方这条棋走得非常好 它走居次进入 就是说如果你拱气走过来也没用 它可以居次平三 而且它保留冰激进一过河 对 冰激进一的棋 所以说这个棋就是黑方 你拱过来也没有用 它居次平三诸如你 对 冰激进一过河 红方再冰激进一 那么红方还有一点先手 红方的速度很快 黑方居次进五 赵欣欣这招棋走得还是不错 他也不管过冰这个次 你过冰就可以居次平三 这时候再平 对 相反红方这个阵型也是不太好调整 对 它这个像也补不起来 好 感谢观看 这种走法呢 也应该说呢 红方呢 从局面上来讲呢 是可以接受 实际当中呢 红方可能呢 觉得呢 这种拉长战线呀 这个与其拉长战线 不如这个放手一搏 他就当居士技工人士 他就选择马森林斯 枪心攻击 对 这物极也挺符合 这个深鹏大师的 这个棋业风格 对 但这个棋业呢 就毕竟呢 你先丢物质 物质力量损失了以后呢 你的顾忌呢 就要躲 对 那我们看看 双方实战的这个走法 局次平五 看一张 红方相三进五 黑方在局五平六 这时候去走得很老练 把红方的局马 先拖住 不让你发力 对 下半期还有足球进一 还有局八进四 来躲马的这个手段 黑方 红方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局次进一 对 他只能局次进一 接下来呢 就是黑方呢 也走得比较凶 他走足五级 直接呢 来 避免了 红方这个 马斯林尼尔这个走法 那这盘棋呢 刚才我们已经 向大家介绍了 这个 一个简单的这个背景 就是说 申鹏和赵欣欣 还有这个 吴俊强 这盘子 就算了 这盘子 我 去 这盘子 我 这盘子 这盘子 带你 这盘子 这盘子 在这个 里面 这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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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破绽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 那么谁也将即将进军决赛 所以说这盘棋 双方应该说争夺也非常激烈 赵欣欣来自浙江的棋手 棋风也非常的犀利 也是喜功耗杀 一旦有机会 他也绝对不跟对手妥协 他也属于这么一个方格 他两个人的棋风应该是比较相似 他俩还有一些相同地方 应该说赵欣欣的棋风格 在攻杀犀利的同时 他也认为是一种大同时 有机会 他就不能让他走 地上 都不能让他走 他也认为是一种大于 就是那种一个人 他也认为了 美国人的棋风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是黑方多足 应该说双方也基本上相差不多 因为你如果直接打过去 黑方将来有G8平6 叫杀G6圈来对局 来减缓自己的压力 对一个大子 你这个G炮 对他的威胁就小了 所以说这个棋 如果这么发展 应该说局势又趋向缓和 那时代当中的 红方没有走出G4平7 他走了一招什么呢 他走了一招 他是先走炮四平三 对他先走炮四平三 这这部棋感觉也挺好的 张老师您看这棋 你现在黑方不理我 我这个可以G8禁7白吃炮 这是第一感觉的找法 但是恰好呢 从局部上来看呢 它是一个好棋 对 但是从战略上来讲呢 它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因为红方的右翼呢 太空虚了 对 这样的局面呢 也容易被黑方利用 所以说这个炮四平三呢 是一个坏棋 险些呢 把红方呢 就推向深渊 就没有机会了 对 那么黑方呢 抓住这个机会呢 他迅速走炮四平四 这招棋呢 也反映出这个招棋心 占出意识呢 异常名为 是啊 他这个也弃子攻杀了 已经 对 另外他黑方也可以 直接下几局 也是可以的 炮四平四也是好棋 那么红方这个棋 他也只好先补一招 石榴进五 对 然后接下来呢 黑方 黑方走炮二平五 对 黑方还是平炮 还是继续弃子 这招棋呢 也是不错的 另外他也可以先下地区 可能是更加严谨 那红方呢 现在很明显不能去 炮三平五 因为对方一下地区 对 一出降 一打势 炮价 对 那红方这城市呢 轻轻间就崩溃了 所以他只能走 局八进三 那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 黑方的形式呢 是非常占优的 对 那么我们 也可以替黑方的想一想 黑方这个棋 到底应该 如何进一步去扩大战果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将带给大家 后面的实战的讲解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讲解 后面的实战 那黑方呢 就是采用先 炮击近五 比较简洁的走法 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对 黑方在博弈手下 先把这个门弓解掉 那红方这个居马呀 受签 他没有办法 他是走的 对 因为你要马四进三 他换了鞠以后 你少兵啊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走 左五进一 欺负下这个马 红方这个马 四进三 黑方这个时候 正好大陆军呢 走了一个绝对的先手 下敌鞠 这个红方也 就红方实战是出将 对 稍顽强一点呢 他是走炮 他名次比较好 但是黑方呢 仍然是占优 黑方这个棋呢 他有一个好棋 就是这个棋 他不逃马 他就走拘六圈 也不吃炮 也不逃马 吃炮呢 他拘八平五对砍 对 黑方的优势呢 还非常小 对 他退回来以后呢 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 如果你拘进一吃马 对 吃马 他就拘六平四 把你守住 下部有铁门栓 对 降五平四铁门栓系 降五平四铁门栓 他还有一个鞠心刺 这个鞠绕一圈 来用大刀弯心 对 你如果拘八平五砍掉呢 黑方这个双鞠啊 四个足 应该说这个残局占用 因为红方没有攻势 黑方这个足啊 就很快 逼近红方的九宫了 这个其实说 可以说 黑方的这个大量优势 俱乐推啊 这部其实很精彩 就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拘八平六来守累 那黑方就采取 第二个战略手段 黑方可以直接 炮五金二一打势 对 这个棋等于红方呢 对攻速度呢 明显比不过黑方 对 红方这个右翼 不知道该怎么防守 对 你一舔掉他 他居住进三吃炮 等于你缺了势了 就很难防御 黑方双鞠 还有这么多足的这个进攻 速度明显要快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呢 应该说已经很危险了 那实战当中呢 他没走炮 他明死 他走的射五平六 赵欣欣呢 可能当时也是忽略了 黑方这个 一些反击的手段 对 他走了一个 实际上走了一个 拘六金二 这部级走的挺狠的 对 这个下部马上就 炮五金二 对 还有拘六平五 大刀温馨 他的想法是 你如果拘六平六啊 你走什么 我就拘六平五一砍射 还有炮五金二 这两个打击 而且这个 也 这个下飞了 这个拘还是能吃病 对 但是呢 拘六金二呢 虽然说比较凶狠 但是他正所谓的这个 穷后莫追 你追的太紧了 把红方逼齐的呢 红方就会给你 绝对的一个反击了 所以黑方最好的呢 招法还是走拘六圈 就是呢 攻守兼备 对 更稳妥一些 现在是一个杀招 拘八平六砍僵 在拘六平四僵 他本身拘六平四僵 也很厉害 红方如果拘八平六手 那么黑方还是炮五金 炮五架 他走炮五架这招棋呢 就很凶 对 那红方是不是也只能落相 落相呢 那么黑方就简单了 对 先把这个类抢住 红方只能去电炮 黑方再马三进五一跳 这个黑方这个满盘没有弱点了 对 红方呢就等于进攻呢 没有陷入了 对 那么黑方将来这位置又优势 又多足 应该说黑方的这个前景呢 非常的看好 是啊 可以说基本上是比较大的优势了 就跟盛势去发展了 所以说这个拘六圈呢 可谓攻守兼备 一招呢就可以的锁定这个优势 时代当中呢 黑方又给了红方一些机会 他走拘六圈 因为这盘棋呢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它是一个五加五的这个快棋 所以双方出现一些瑕疵呢 也是在所难免 那么红方呢 看到这个拘六屏股 炮五圈都很凶 以言是不好防御了 那么索性呢 就不守了 对 以攻戴守 对 这招棋呢 走的也非常顽强 他准备马一进三呢 来反击 好 如果你现在炮五圈打 我马一进三 你将你一电锯 我锯八平四 这个棋 红方还占有我 对 黑方这锯可能好防守 那么赵心心可能走到这呢 他也有点后悔 但时间呢 逼人 他就马上马三进五了 对 这个棋呢 黑方最稳妥的 还是应该 把锯呢 回撤 就是你吃我一个马 我也吃你一个马 这棋 我们就不用戏摆了 那黑方呢 这个棋呢 毕竟还是多足 还是黑方呢 长远来讲 对 战优 这个优势还是挺乐观 但是这个区八退七呢 这个赵心心又没有走出这个 最稳正的走法 他走了一马三进五 他可能看一间 我能电居 挺安全的一个 一个棋 这个棋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红方呢 倒是有了一些反击的机会 是啊 一个是呢 三后呢 也有气数说 走锯八进五 也可以 或者走锯八平六 那我们就看一下 锯八平六的变化 这个棋呢 身旁呢 可能临场啊 这个产生了一些错觉 他这会儿走了一个忙着 对 但是他肯定 他是先僵了 对 这个棋僵呢 是可以的 对 他跌回去 因为你再不僵 他就把你捉死了 对 然后就是这个棋 红方呢 实际上他走了个锯八进六 对 他这个 他这个近居啊 可能就是老是想着 对 他当时可能 他可能当时觉得 锯八平六 他马虎进四 他这个锯就过不去了 对 然后呢 他就想这个锯 先来一个锯 下部棋 有锯七平六啊 锯六进二 这种手段 但是他忽略了 挺厉害 黑方这个潜在的 这个反击的能力 这个棋呢 就等于这个锯八进六呢 是一个败招 应该 就是说 黑方一退居 红方这棋应该走 锯八平六 下部棋 这个 再点向腰 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黑方现在不敢马虎进四 马虎进四就 狙击平四 捉狙 这个狙很大问题 狙不丢 但是这个棋形碎了 他只能见五斤 那红方可以把它对掉 你只能吃掉 这个时候红方呢 马虎进四一回 下部炮三平四 马虎进五 这个棋大家 就说的非常清楚了 这个棋 这个马虎炮的这个架子 就被拆开了 对 这个棋就等于是 黑方 这个肯定是 盯不住 所以他马虎进四不敢走 那黑方也只能呢 去 以弓带手了 黑方就走狙 八推二 捉炮 这个时候红方可以狙 六进五 叫沙 这个棋 黑方是退不下来 对 没办法 只能飞向了 红方呢 如果再狠一点 可以把冰冰吃了 先吃个冰冰 对 吃完以后 还是绝杀呀 他只能回向 他只能回向 对 他中炮不管动 狙就平时再捉 他只能再飞 狙就平时再叫 只能回向 这个时候 红方狙八进三 戏底 那黑方也只能走 炮五瓶三了 对 一直不敢 一直落不了事 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就可以炮他平四 让开 这步棋 还是挺狠 快棋呢 不容易看见 是啊 吃马 红方这个时候 正好有一个炮 四进三 这个炮啊 就点在这儿 如入无人之境 下步棋呢 他有两个作用 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炮四平七 对 平这儿 硬把你这个三个炮啊 给你阻断 另外还有一个炮四平九 下步下炮 这两道棋呢 可以说黑方很难射防 对 也可以说呢 红方呢 这个棋就占油了 这黑方多子 但是两个狙都太差了 没法防守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方可能只能 速度平四了 你炮到平七 就能走上了 这个棋 对 他还得麻护第三 你杀一将 他还得在 这往下丢子 反正他这个七炉炮 就丢了 对 他七炉炮至少能打回来 还能把手得回来 还能得相 所以说呢 这个红方呢 这个G8平六呢 走出来的以后呢 应该说这个红方 仍然是有不错的机会 但时代当中呢 这个 深鹏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怎么想的 有可能这个 时间紧张啊 就是像我们七炉炮有时候说 突然 这个正招没看见 看了一个 这个跟全局呢 不是当务之急的 这个招法 对 他也可能想着 人家老是有跳马灯泡 这边不好解决 嗯 然后下一个底居 有对黑方有一定威胁性 对 对 但是他可能忽略了 这个 这个 红方 就是可能 更好的一些走法 应该说正好呢 有一个退居 因为你杀相没有用 他马灯泡四这个点 对 又保住呢 居有根了 气居杀相也没有 因为G7平六也没有用 他吃炮 你居住机二 人家有炮五瓶三 马灯泡三 还是有一个平炮 对 多种招法都可以解救啊 就是最简单就是炮五瓶三 能保住这个相 是 所以说这个棋呢 等于红方呢 走完这招以后 他可能也后悔了 对 但是时间呢 确实就是比较紧张 他来不及多想 就没有刚才 那一个好的局面 对 这时候这个炮也没办法 只能这个退回来 黑方G8平7 把这个阻断 这儿等于说 黑方呢 逐步呢 步入家境 对 这个时候 红方走了一个G 8退1 他等于这个G啊 进了一下 又退回来 等于在速度上呢 明显这个 放慢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马五金四 他就先一等 等于先把你这个老帅呢 隔断 对 而且把这个七路鞠呢 给你逼走 那么红方 由于三路炮 看不住这个马呢 GG平4 这手段就不存在了 对 他只能平局看马了 这儿呢 等于机会呢 应该说 黑方呢 再次呢 拿回来了 接下来 黑方就走得比较 轻松 跳马章 先马四 进三 一将 对 红方这个棋呢 进不了帅 对 只能降 降路进一了 因为进帅 他狙进二 吃掉 还有杀棋 红方只能率流进一 那这个棋呢 赵新鑫呢 这个功德也非常的到位 对 那么本次比赛呢 也就是在去年的 这个2015年 十月份 在这个长沙望城区 这个举行的 是由这个湖南 这个天龙制药集团 独家冠名的 名字呢 冠以这个天龙力醒杯 力醒是他的一个 这个可以提身 醒脑的 这个人身经由的 应该说这个组委会呢 也非常尽心尽力 给这个棋手们 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比赛 实促的这个条件 对 应该说呢 这个尽管这个过去时间 比较长了 但是这个 想到个人赛呢 大家觉得还是 方明面这个组委会 是非常尽心的 是啊 那 这个比赛呢 棋手也下得很辛苦 这个时候赵新鑫呢 又是走出了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手段 泡舞屏八 等于想 平面了 来侧吸 等于这个棋 红方就挡不住了 对 红方也没办法 这个很好的防守 那红方 红方索性就平位居 等待时机吧 他想这个 以攻待杀 对 他给黑方 也有平居的棋 对 一将 对 那么红方只能去电炮 对 黑方这个时候呢 又是攻不忘手 对 本来呢 黑方吃炮 看着也不错 对 但是红方有一个居端平溪 这个感觉有点风险 对 公主一致了 那黑方这个棋呢 他也 走得很 啊 攻守将备 他先把居端平溪的路呢 给你封住 对 这时候特别老练 这五马三推四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又逃炮 时间很紧 啊 那么接下来 黑方拘七退一 对 好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这个棋呢 进入了最后的几步 因为红方呢 等于是啊 前边呢 没有攻势了 后边呢 失去防守的这个 好的手段了 对 红方呢 最后走的是下帅 这个棋呢 就是 黑方呢 就是看到这个 狙击平四将啊 就可以占一屋了 他就是选择 狙击平四一将 然后再泡滑平七 主要是 对 尽快把这个 卧槽马的威胁 给去掉 就是 本来呢 黑方这个棋 可以马四进三一将呢 就形成一个绝杀 这样够狠一些 你进不来 进来是闷工 只能上 黑方正好这个足呢 巧用 足五平四一平 这将军拦不住了 对 这个棋就是说 你弃了狙以后 还是绝杀 狙丢了这个老帅都保不住 这个将位 没办法防守 下部狙击平四呢 就眼睁中的看着这个 他把你僵死 对 对 这么走的话呢 就是更加的干脆 但是赵欣欣呢 这招棋呢 也不错 也没原则性问题 他的走法更稳妥一些 对 他一僵 这样红包也只能棋室 嗯 然后他走个 走的是平衡 他先居士 他连室都没吃 对 他这个棋 下快棋 可能力求稳妥了 他是这 他就说 你马三对四 他多了一个居士平六 他是为了保留这个多子 这儿呢 当然说的也可以 因为红方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去躲狙 对 他狙三平八 黑方狙六平七 把他吃掉 对 这个棋呢 就是你下底狙呢 这样黑方可以落势了 对 他这个炮呢 升根了 对 他实际上走的是知识 黑方呢 就是比较简单 先把这个狙八进三的 最主要的一个威胁呢 给他化掉 来对狙 对了狙以后 黑方就是尽多一个马 还有多兵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这个森鹏呢 也毫无办法 就 也只好这个任父了 是啊 这盘棋呢 在加赛快棋当中呢 两个人拼的还是非常凶的 嗯 所以我们特意给大家呢 这个讲解一下 那么最终呢 赵欣欣呢 是进入了决赛 取得了跟这个郑维同 这个决赛的这个资格 当然最终的结果 大家也知道了 呃 郑维同在跟赵欣欣呢 两个人也是大战六盘之后呢 最终是这个郑维同呢 蝉联了这个全哥个人赛的这个冠军 啊 那在此呢 也对我们这个优秀的棋手呢 啊 这种优秀的表现呢 表示祝贺 那好的朋友 今天时间呢 又差不多了 嗯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对象棋事件 以及象棋比赛的这些关注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